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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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先生 您的心情我理解 理解什么呀 我来是找你们要一个说法的 是您女婿对不起您女儿 您不找她 你反而找我 您这 我不找你找谁啊 视频是不是你们栏目 给放到网上去的 这叫侵权行为 你们侵犯了我女儿的隐私 我正式通知你们 马上把这视频 从网上给我撤回来 不然我去法院告你们 大叔 你可千万别开这种玩笑 这是拍摄合同 许致签了名字的 签了拍摄合同 就要服从并配合节目组的一切安排 您自己看 您看这合同啊 后面是 许致你女儿自己签上去 自愿的 没人逼她 拍摄鞋 你看看 所以啊 您不用在这儿浪费时间 您还是回家 解决问题去吧 小文 送客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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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掌握了 我给你 快点 快点 轻点 护士阿姨 您能给我包得好看一点吗 嫌难看 您看啊 好歹我也算公众人物 您给我包成这样 你说我 怎么在场上里混哪 那就别出门了 你拐一下阿姨 达哥 有那么难看吗 这个老子就请我带我 你怎么跟这儿来了 我看你死没死啊 你 爸 爸 你伤哪儿了 没事吧 我没事 伤的人在这儿呢 你打人啊 我要打他他还能站这儿跟我废话呢 你打人你还有理呢 我打你了吗 你自己摔的 你要不追着我打我能摔吗 你怎么不说我为什么追着你打呀 干了缺德事的报应 我跟你说啊 你摊上事了 摊上大事了 打110报警 我个椅子全是 达哥 我让你打你就打 现在就打 晚一秒 就别在我这儿上班了 不用你们打 我来打 我顺便咨询一下我的律师 被人家侵犯隐私权了该怎么办 我怎么侵犯你隐私权了 我的视频是你们偷拍的 我是跟你们签了拍摄协议 但是里边并没有说 可以把我的隐私 放在你们的节目里这一条吧 给律师打电话 跟他打官司 大哥 这事本来就是咱们侵权 咱们根本不占领 这要警察来了 肯定不行 咱还是跟许小姐和解吧 喂 江律师 我是许致 有个事我想 许小姐 等一下 等一下 我 我能跟你谈谈吗 江律师 不好意思 我一会儿给你回复去啊 许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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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 那个 我没经过你的授权 就采用了你的视频 的确是我的不对 不过我没有任何重上你个人的意思 我只是希望把每期的节目 话题做好 并引发全社会的思考 这也是一个职业媒体人的社会责任 没有经过别人的允许 就把人人的隐私照顾于天下 弄得人尽皆知 你也太会强词夺理了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 点击率和广告费才是你们真正的责任 我知道你们现在心虚了 不过 你也不用害怕 对于像你这种 以博人眼球出位的娱乐垃圾 我真心没有这个时间 和这个心情在这里跟你纠缠 送 就这么聊聊他了 送送 特别好奇 作为一名被出轨的成功女性 你将如何面对和处理婚姻失败的问题呢 你会选择离婚 还是原谅自己的账户呢 龙少 你太没心了吧 遇到这种渣男 必须得离呀 地址 碧桂园齐瓦送八十八号 这 这 这个不是咱家地址吗这个 是吧 这些人是不是闲的呀 谢谢姐 咱咱咱不看了啊 咱不看了 越看越生气 咱咱不生气啊 不生气 我跟你说姐 我赞成咱爸的观点 必须要够累他 什么玩意儿他是个 我以前还是他节目粉呢 道貌而然虚伪至极 我跟你说 你必须得让他道歉 你必须让他得知道这个下场 还有意义吗 你还嫌我不够出名了 不是姐 这也太憋屈了吧 我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跟李莫离婚 只有跟他撇清关系了 全世界就安静了 我累了 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来来来 走一个走一个 来来来 好 好酒 一来一个 行了 你这辈子啊 就长了一个喝酒吃饭的心眼 脑子被撞了一下 真不好吃了 把正事给忘了 走吧 又吃酒了真 快吃了 行吧 这是这个月的孝心 你看你儿子你 你去跟急啥 这吃完饭再说 这 这数不对呀 行啊 少点少点的 儿子挣钱也不容易 什么少点少点 这红包分明是多了 至少 多了一千两块钱吧 我真服了你了 不多不少 正好多了一千 你小妈在啤酒坎当会计 那么多年那儿白干的呀 这可不行儿子 你每个月给我们五千块钱够多了 怎么又多出一千块钱来呢 你儿子公司 这个月业绩好 给你们俩也分点红 收下吧 不是 那个儿子 那那个 我和你爸给你收下了啊 我先放回去 你俩先吃啊 你妈她就知道钱 我跟你说儿子 现在你爸爸我可现在是落魄了 当年我开那歌舞厅的时候 那不是吹的 我在咱们室里也有一号啊 按照现在的话说 你这叫急流勇退 返谱归真 来 回来 走开 儿子 你可别安慰你爸了 她倒不想翻谱归真 倒也行啊 没事儿闲着飞旋下海做生意 棺材板都赔进去了 我知道你现在这副德行 我说啥也不嫁你呀 半路伏击毁一声哦 后悔了是不是啊 我就知道你后悔了 我这肠子脑子都毁清了 还好啊 咱家儿子好 知道孝顺我 不是亲生生死亲生 要不是看在儿子面子上 早给你离爸毁了 刘旭 就是李松一说实话了 我就知道 你根本就看了不上我 你不就嫌我没文化吗 你找你的钱不去呀 他多有文化呀 又有文化又有地位 又有休养的 不是 老雷 我说你喝两口猫尿 又开始来劲了是不是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别再提那些烂事 这饭吃得好好的 也没事挑事是不是 那当老娘我真不敢给你离呢 离呀 好啊 这离婚多时髦啊 我家伙 那你可成名人喽 回头那大导演都找你拍电影 拍电视剧 演女主角 你多好啊 那叫什么来着 儿子 对了 老来翘 我看这饭是没完事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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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来了 那个 你要喝什么我帮你点 不喝了 说正题吧 是 这件事情上我确实做错了 但是咱们总不能一棒子 把人给打死吧 我做错了我改不行了 咱不至于离婚吧 你不至于 但我至于 咱们结婚都三年了 这一年我们的关系 确实出现了点问题 当然 我承认这主要的原因是在我 我做得不够好 但是你也得承认 这一年你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全部放在工作上 而且长期你都不在家 这方面的原因也是有的 我承认啊 我在我们的婚姻里一定有责任 一个班长拍不响啊 从大学这么多年一直走到现在 不容易 难道真的因为这些事情 咱们就把这一段感情给放弃了吗 正你因为我放不下 我才一次又一次地相信你的谎言 小致 李沫 一年了 你不累吗 我累了够了结束吧 老婆 我不是呀 你干吗呀 你干什么呀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不是个东西 小致 你坐下 你听我说 我对天发誓 从今天开始 我绝对改过自新 一心一意地对你 对了 我明天就去找工作 以后我赚钱养家 你在家想轻浮行吗 老婆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行不行啊 行了行了 大庭广众之下 你干什么呀 我有事要先走 别呀 这不还没聊清楚呢吧 那你到底是原谅 还是不原谅我 我现在没有这个工夫 跟你聊这个 我道歉也道了 跪也跪了 你还想怎么样 你怎么就瞅着这个事 不放呢 李沫 你还有理了是吗 你别以为我怕你 反正我好话已经说尽了 你要是还想离婚 那咱就离 但是离之前 咱们现在就聊聊 怎么分财产的事 好啊 李沫 原来你今天是带了两套方案来的 你摸着你自己的良心 你问问你自己 家里有一毛钱是你赚的吗 咱们别说现在这个钱 到底是谁挣的 法律规定 只要是家里的东西 那就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咱们要是离婚了 那就得一人一半 还有 咱们住的这个房子 那是我结婚之前买的 要是真想离婚的 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好 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等的时候起诉书吧 我决定 这起嘉宾 请许致 许致 许致 大哥 我没听错吧 太淡了 大哥 许致现在刚命令离婚 请她来 不仅可以延续咱们上一期的热度 而且像她这种 自带流量的素人嘉宾 最能博观众的眼球了 她如果来的话 咱们这一期的点击率 一定爆棚了 就是到点击率 你们给我捅了多大螺子 不知道吗 我跟你们说 这一期请许致 收收率是次要的 我要的就是四个字 还许致清白 这不五个字吗 玩了 你怎么找到我家了 那个 在网上看到的 有事吗 大叔 之前 我们之间有些误会 今天 我是专程来看望您和许致的 袁部长 叔 你看我 来都来了 这个 你别把我拒之门外 我们聊两句行吗 我跟你没话说 你走不走 你不走我报警了啊 叔 我知道你们现在都不好顾我 我这心里也非常惭愧 我就是想给女儿道个歉 真没别的意思 我女儿不想见你 什么味儿 有果 進步 我 看看和尤漾 你是真的哥 양语 我真没想到我的节目 给你们带来这么大的困扰 让许致置身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让你们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 这是我的过失 我今天来 就是想跟您商量 怎么帮许致恢复名誉 只是我不知道 你们父女俩是什么想法 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我对这条鱼发誓 我要是有半句假话 下辈子我便是她 那你打算怎么做呀 我打算做一期 以离婚为话题的节目 请许致来做嘉宾 让她聊一聊她的感受 把真实情况 通过媒体解释清楚 这样 真相都对公众说清楚了 也就不会再有人 误会和骚扰你们了 更何况 现代社会 人们对离婚这种事情 都是比较包容的心态 而且 女性的心态 女性在婚姻中 从来都是弱势群体 更容易被同情和理解 许致把心里话说出来 也会好受些 怎么了 叔 滚 说得好好的 你这 别急得我还没说完呢 你怎么来了 走走走 太好了 许小姐 你终于回来了 我找你有事 你别听她胡扯八道 我刚才差点被她骗了 我说这么好心子 上咱们这儿聊聊 聊什么呀 还不是变着份的 想利用我女儿 上你们的栏目赚钱吗 快快快 走走走 你来干吗呀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我今天来 是代表目击秦探栏目组 请您做嘉宾来了 我想做一期 你 做嘉宾 请我做嘉宾 去揭露你们的节目 有多无耻无品无道德吗 您对我们有误会 对于在节目中 播出那段视频 给您的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 我非常非常地抱歉 我今天来请您做嘉宾 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 传达真相 消除误会和不和谐的声音 希望你今后的生活 能步入正轨 你会关心我的生活 步入正轨吗 你应该只会关心 你们的节目的点剧率 和话题量吧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你放心 像你那么握手的行为 我是做不出来的 走吧 这里不欢迎你 徐小姐 你听我说 徐小姐 预待愿 我们谢谢 你好田 我的幸福生活都被你给我毁了 怎么是我毁的呢 事情都是你自己做的 谁也没拿枪逼着你 揭露别人隐私是犯法的 你知道吗 我老婆要跟我离婚 全是拜你所赐 你要负责 你必须负责 不然我就去告你 我跟你没完 但是你自己出轨在先 自作你也不可活 懂吗 你 你 你先坐下 先坐 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哭什么呀 至于吗 你根本都不明白 我为了能让他安心工作 我连自己的工作都不要了 心甘情愿踏踏实实地在家 照顾这个家 你说哪个男人愿意在家待着 当个吃晚饭的闲人呢 可我没办法 因为我爱他 所以我为了迎合他 什么事情都听他的 可后来 他就觉得我那样是 我那样是没本事 我得靠他来养活 从那之后 我俩不是吵架就是冷战 他出国的那段时间 只要他忙起来 一个星期连一个电话都不打 他的事业做得越好 我就越担心 怕他不要我了 我 我不能失去他呀我 跟这种八道女人过日子 也确实难为你 是 那天我就是心里憋屈 我就想找个人来陪我 我根本都没出轨啊 你胡说 你给那个女人过生日 说明你们俩认识 不止一天两天了 可是其实我就是想 在他那儿找到一些 做男人被依赖 被崇拜的感觉 你能明白那种感觉吗 你说我现在说这些 还有什么用啊 错了就是错了 肠子都毁气了我 你说的都是真心吗 我跟你发誓 我说的都是真的 可你们节目非得 把我说成白眼狼 说成复心汉 我缺我 行了 哥们儿 别哭了 我 我不缺了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要是换成我 离就离 这种女人 没什么可留恋的 可是我爱她呀 我不能离开她 雷大哥 你是个名人 你有文化又有影响力 我求求你 你帮帮我 我求求你 你帮帮我 你 你别这样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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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想想办法行不行 那你的意思是说 你答应我呢 闯了 我姐这一出事吧 家里全乱了 我爸哪还顾得上咱俩的事了 我看呀 你爸就是故意的 非不提白不提的 这事也就过去了 你能想我爸点好吗 行 那我可真得想想你爸的好 我现在就想啊 你爸的好 你还别说 你爸呀 真想不出来他有什么好的 你跟我较劲呢是不是 我 我跟你说啊 我不是他儿子 我也不是你那个姐夫 他不待见我 有的是人喜欢我 有的是人喜欢你 找他家 找别人当老丈人家 去呀 行行行行 喂 我跟许致是大学同学 我们俩也算是青雷竹马了 我去 后来他就去法国留学了 听习的是平均学院 看着看 我不看 我呢大学毕业之后参加工作 成为任意的高分析师 赶紧看 我不看 我不看 半夜爬起来 看一下 什么呀 你看 因为你知道 你看看 时间他正好下课了 就这样我们坚持了三年的时间 他完成了学业 我们也顺利地结婚了 后来许致 事业上发展得越来越好 成了业界比较有名的 品酒 品酒师 我呢为了支持他的事业 毅然决然地放弃了 我大有前途的事业 放屁了他 喂 王总 王总 我们这个点击率 绝对没有水分 达哥 达哥 你快过来 达哥 快过来看看 这期节目上线不到半天 点击率已经突破两千万 而且还在持续增长中 达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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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赞助商都把咱电话打爆了 每个赞助商 都要投资咱们这个节目 你请李沫来做嘉奔这招 真是太绝了 网上怎么说 网络舆论现在来了个大反转 从网友大骂李沫 到一边倒地支持李沫和许致和好 你看看咱们官方微博的评论贴上 有网友说 李沫出轨 许致也有责任 许致应该给李沫改过自新的机会 还有人说 李沫这么好的男人犯错 更证明他有多爱他老婆 可不是嘛 李沫在咱节目上说的那番话 我都听得眼泪八叉的 现在有网友说呀 说这个许致肯定是在国外 捡了高枕了 说她是这个女版陈世美 说她找着夏家之后 就不认识自己的这个结发账户了 那面熟性的畜生 居然能说出这种话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 招这样的女婿进咱们家 怎么来不让说了 我偏要说 我要上电视台接受采访 我要上帮社登文章 我要把真相说出来 别说了 给我看一眼 你别看了 这个李沫人渣说的都不是真的 姐 你 你 来 后来 许致就越来越忙 她去法国工作之后 几个月才能回家 我给她打电话每次 基本上都是在应酬 每次我听到 他电话那边有男人 在说说笑笑的声音 其实我特别想问他 但是我都远住了 我知道自己没钱 也没本事 更对你的事业不能有帮助 如果你真的要找到了 一个合适的 能让你幸福的男人 因此要跟我离婚的话 我愿意选择放弃 并且默默地支持你 这么说你是很爱雪小姐的 那又为什么会出轨呢 你老婆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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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李莫也太不值了 为了爱人和婚姻牺牲了一切 到头来却被扫地出门 这女人的整合欲好强啊 把一个大男人活生生关在家里 自己却在国外疯疯疯疯疯的 精美竹马良小午餐 这么好的男人都不知道珍惜 你都不知道在家里 许致姐 我找雷达 我帮你看看啊 达哥 许小姐找你 小文 你先出去 把门关上 请坐 你到底想干什么 徐小姐 你别误会 我只是想帮你 让全世界的人 对我口诛笔伐 这是在帮我 网络时代 言论自由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难免有一些 过激甚至极端的言论 你真的不必太当真 而且这些也不是 我做这期节目的初衷 那你的初衷是什么呢 先是揭露我的隐私 然后做了一期 颠倒黑白是非的 节目放网上 这就是你的初衷 你到底什么目的啊 你这话就有点严重了 之前我好心请你上节目 但是被你拒绝了 现在你的丈夫李沫 代替你出面 还原来事情真相 并表达了挽救婚姻的愿望 我觉得这正是你们婚姻 一次起死回生的机会 你应该把握住才对啊 你知道什么是真相吗 你更加没有权利去插手别人的婚姻 你的这种情绪我很理解 你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女 可是咱们不妨换个角度想想 你既然不想被人指指点点 不如先让自己冷静下来 反省一下自己在这件事情里 有没有错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责我 不要用你伪上的道德来绑架别人 你不配 一个有道德 有底线 有良知的人 是不会利用别人的隐私来赚钱的 说 李沫到底给了你多少钱 让你这样来黑我 你真泼妇 你太自以为是了 许致 李沫说得真没错 实际上除了她 没有第二个人的人生得了你 你有什么了不起 那么赚钱怎么了 赚钱不是妻子的天职 妻子的第一天职 是给予自己丈夫温柔和体贴 你 你的丈夫很爱你 她在等着你回心转意 请你珍惜她 我真应该谢谢你 不用谢 我的意思是说 我谢谢你 让我看见了李沫这个人 到底有多恶心 多人渣 你跟他一样人渣 这个女人的整工娱好强啊 把一个大男人活生生关在家里 自己却在国外风风光光的 真的要找到一个合适的 能让你幸福的男人 因此要跟我离婚的话 我愿意选择放弃 我也有一个特别疼我 爱我的老婆 我也很享受 对她宠爱的感觉 至今 我们依然生活得很幸福 我道歉也道了 跪也跪了 你还想怎么办 你真破妇 你太自以为是了 你们说的没错 这个世界上除了她 没有第二个人 人生得了你 你有什么了不起 能赚钱怎么了 我告诉你 赚钱 不是妻子的天职 妻子的第一天职 是给予自己仗的 温柔和挺贴 女人跟男人一样 也是 也是一个独立的人 女人有拒绝 大男子杀文主义的权利 女人有拒绝 当男人附件的权利 女人有拒绝 男子在他手上 耀武扬威的权利 女人还有主动 提出离婚的权利 你 喂 老婆 你 你先别说 你让我猜猜 你是不是改变主意了 明天去办离婚手续 房子闺女撤离我 家里的采晨的人一般 明天早上九点 文正出信 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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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正是因为 有了大家的牺牲 才有了我们节目今天的成功 所以 这杯酒 我要敬大家一杯 祝我们的节目 再创加进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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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怎么还没睡啊 还没回来呢 我打电话也不接 你说怎么回事啊 还没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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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know my wrongs I wish I'd rise I don't know my wrongs I know how I love I know I'll stay alive I've got all my time to live I've got all my love to give out I will survive Baby hey I will survive I will survive 你 你一个人来的 好兴致啊 格兰菲迪十二年单一 纯卖威士忌 我真的没想到 你能喝这么烈的酒 少在我面前卖弄你的询问 对 我忘了你 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不过据我所知 你们品酒是品酒 都是尝一口 就吐出来了 你今天这么个喝法 她是会对你的味觉造成伤害 刚在世人面前 败坏我的形象 现在又跑过来 担心我事业的前途 真好笑 我知道 你对我有情趣 但是酒解决不了问题 按照你这个喝法 肯定会把身体喝伤了的 跟你有关系吗 巧了 当然跟你有关系 你跟李沫离婚了 你跟李沫离婚了 正好 陪我喝也没 帮我庆祝一下 不是 你怎么能说离就离呢 你要是个男人就别废话 怕了是吧 我有什么可怕的呀 那喝啊 喝就喝 服务员 服务员 拿个杯子 你慢点 你慢点 我 我陪你 你爽到点 你爽到点 先生 你好 谢谢 这是您的杯子 喝 别 喝 爸 我今天在想啊 我姐有时候挺可怜的 你看她这么拼命努力工作 为了这个家 为李沫尔真心实意付出这么多 到头来换来这个 我怎么就没看出来 李沫尔是这种人呢 失误 我的失误 我要严格把关 吸取这次教训 我就最恨那个雷达 要不是他混淆视听 颠倒黑白 把我姐害 害成这样 我姐能这么惨吗 我跟你说雷达药现在在我眼前 我能撕罢了他 你信吗 李沫尔总装 献给美丽观装大方的 指指小姐 指指 恭喜你 接着到我们的单身俱乐部中来 来 喝酒 你 你慢点喝 行不行 你不能随随便便说人不行 就是不行 你知道这是对人多大的否定吗 尤其是对男人 牛 男人不能说不行 女人不能说随便 女人不能说随便 男人就能随便 随随便便 找别的女 随随便便 在别人面前 哭哭啼啼地 自话自说 随随便便 随随便便就把婚给你 哪个男人结婚 也不是奔着离婚去的 看着我 看着我 我不美吗 我没有魅力吗 我许致啊 从小开始学习到现在开始工作 我哪一点输给过别人 说 我哪吃到啊 我从来就没有输给过别人 那他为什么不喜欢呢 为什么还要抛弃 这种事一个巴掌拍不响 两个人都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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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